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师父 您能给我看一眼吗 谢谢 师父 这味新药可有名字 此药三十年出两株 有奇效 能解万毒 还能使人脱胎换骨 事已名为 换骨 换骨 正是 你将今年的药题 还有解题的药方公布出去 让天下一者自取 还有 将这味换骨晒干之后送去弯鹿门 是 等等 师父 还有何吩咐 算了 这味药 还是过两日再送吧 好 好 药容颜招摇追剧 TST活教母新生面膜如 邀请您 一起招摇 现在最大的困难 不是离山岚 而是秦千贤 我要取回我完整的力量 秦千贤 我一定要杀了你 我 有 有 广州 我 是 现在 怎么个人 也有 是 法子 可以 来 李 马医生 我 不想 可以 ág 没想到李陈兰 真能阵遂与摩阵 只指示 圣主现在何处 属下和心廷正在寻找 剑嫌门一回 若圣主有任何善事 我拿你们试吻 是 随我来 韩玥 在 你速和心廷将将军官带去凤山 剑嫌门已破 你速和心廷将军官带去凤山 剑嫌门必定前来 此事不宜多生事端 是 石门主 柳威已废 没了秦渔的血 苏醒金仙 就只剩下三天时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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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晨岚竟然毁了剑心门 秦千仙交出秦家之心 复活尽限 指日可待 只可惜 我剑心门百年极业 竟被他一个人回了 待到明轩父皇 我定要让那万路门 血斩血偿 圣主 我已将锦线的金冠转移到了风山 并未受到一丝所怀 还请圣主宽心 锦线本就是金冠不坏之地 我只是不愿他受到一丝折辱 只是刘威他 修为剑妃了 待兄长回风山 他是为大盗牺牲 我剑心门损失他 迟早会让万路门还回来 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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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子来迟 请歌主恕罪 你们怎么来了 听闻江武在锦州城 苏元师兄心觉不妥 便命弟子带人前来 我心中有愧啊 既救不了江湖 也解不了任心 准备阵法 是 我心中有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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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心中有愧啊 我们不忍者 所以我心中有愧 这是什么 但是我心中有愧啊 不会有愧 increased 我真的跟我向你 建灵就stars hearing 盛主 不如咱们 现在不宜谈论此事 秦阁主正在为我 建新门门人抚灵 不宜再提其他要求 你我先带荆仙回凤山 安置好一切 然后替我通知各大宗门 三日后 我要召开宗门大会 到时候再细论不迟 是 我会让你醒过来的 快乐 就快乐 我不会再让你沉睡下去了 你怎么那么笨啊 遇见术都学不会 本来还指望你带我和立成来回万路门呢 结果掉到这个地方 我不是故意的 我的剑第一次做这么多人 小丑八怪 小丑八怪 来 快乐 你不想要去哪儿呢 我想要去哪儿呢 我认为你 遇见术的 那我要吃这么多 不是 是这么多 好 都依你 有白火花糕吃了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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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他过去 救我啊爹爹 救我 救我啊爹爹 女魔头 她这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我走 你 我走 莫清 家头莫清 莫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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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青你冷静点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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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青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莫青 冷静点 女魔头 她到底是怎么了 好吓人啊 也许是做了什么可怕的梦吧 没事了 卫长 门主她 门主怎么受伤了 不是我做的 你怕她干什么 她凭什么质问你 门主 门主 快去请南山主来 是 秦芷燕 自从你来了万路门 门中是非不断 门主屡次为你受伤 我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林子玉拼上前程性命 也定会让姑娘消失在万路门 走 牛魔头 你怎么了 没事 你先回去吧 你不回去吗 我去看看 南山主 门主受了重伤 请您速速前往吾恶殿 南山主 再救多少 再救多少 安司 把我的药箱拿来 救折 啊 我 你 我 我 厉陈兰 我的话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听进去过 你如此 是不是嫌命长了 不 这还是头一次感谢 余生太长 让我等到了今日 在今天之前 你都嫌命太长了吗 嫌余生太长 你别来找我呀 你就应该像陆昭瑶一样 死得远远的 省得来回我名声 奇怪了 按理说这几针下去 伤势应该减轻 可是伤口一点反应都没有 厉陈兰 你身上的黑气是怎么回事 你不告诉我缘由 我可没办法知你 行 不说也罢 大罗金仙救不了你 阎王仇更救不了你 等死吧你 南山主 我这以后还是得靠你呀 好 这一战对你来说 什么都没得到 有什么好开心的 明明伤得这么重 明明 你们有没有听说 万路门主历尘兰 单凭一几之力 就破了那锦州城的御魔阵 魔剑万军一出 刷的一声 剑心门就被毁了一半 什么池天明啊 柳苏若啊 还有门主柳威 都倒在了他的剑下 秦秦贤呢 他们俩谁厉害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历尘兰厉害了 这御魔阵一破 那宗门的噩梦可就来了 放屁 你们这些万路门的狗腿子知道些什么呀 我们长御圣主已向各大宗门发了圣令 不日将召开宗门大会 供商讨伐魔道之事 到时候是谁的噩梦还不知道呢 今天就是你的噩梦 唐阁主 宗门弟子被欺负了 你不管管 只争匹夫之勇 一群乌合之重 不管也罢 葛主 我猜你我信件上的内容是一样的 宗门大会 去给长玉圣主回个话 凤山沉渊数年难得有阴心 我等定会准时赴约的 是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为何这江湖永远不能平静呢 楼主 您可是打算洞山前往凤山 此时要去的 可江湖上都在传 这次宗门大会背后另有蹊跷 我们关羽楼 不是该不该烫这个浑水啊 此时关乎宗门兴衰 即便是汤浑水 我关羽楼 也势必要去 此次带你来凤山 是有众人要交付于你 切莫让我失望 各大宗门都通知齐了吗 圣主 信已送往宗门各派 除千臣阁尚未答复 其余门主均毁了话 说会准时复毁 那记得要催一催秦阁主 这戏台子都搭好了 没有绝儿怎么成呢 听说 秦千贤近日除了在打探秦渔的死因之外 还在打探一个人的消息 是谁 新山江武 新山江武 就是之前千臣阁万路门联手对付的那个人 是 秦阁主的此番举动 十分耐人寻味 谷主 长岳圣主派人传信 召纵门重派于凤山召开纵门大会 想必是一御魔阵被迫 见信门备毁一事 谷主可要去凤山 要去 属弟子之言 锦州城之战爆发极为蹊跷 家住谷主之前所谈霍心术一事 弟子以为长岳圣主必有所隐瞒 我又何尝不知 只是历尘兰破御魔阵 还无辜生灵 有损正道正义 这次大会 千尘阁不能缺席 是弟子狭隘了 有意思啊 怎么了阿妩 狗妖狗了 实之事 剑心门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此时此刻你还有心思跟老夫见面 上次秦指燕的信我已经送到 你我之间再无瓜葛 剑心门之战败原本就在我们计划之内 北山主可曾见过回山的历尘兰 北山主回去看看吧 你一直等的机会已经来了 只是这次信由你交给秦指燕 你杀了历尘兰 登上万路门门主之位 若此事败了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北山主 帮人帮到顶 送佛送到西 你若尽情意 我等必守口如平 你到底还想要什么 对北山主而言并非难事 我们还想要 要两个秦指燕 我还想要两个秦指燕 你 临位长 北山主 门主人在闭关中 不能见你 我不要见门主 我今天来 是来见你临位长的 小岸 你先下去 是 北山主有什么事就说吧 林位长在窝殿当职这么长时间 就没看出来秦纸烟有什么蹊跷吗 老夫今日也不跟你卖什么官子 在那卓尘殿里住着的 可是两个秦纸烟 两个秦纸烟 咱们万路门三大不能碰 现在又添了一项 第一 不能动门主的剑 第二 不能动南山主的表格 第三 不能动北山主的胡子 现在第四 不能动纸烟姑娘侍女的袍子 门主 现在不见门徒 万路门上下都由林位长来处理 老夫的话止于此 该怎么做 你自己掂量吧 至于姐 这北山主又有什么事儿 两个秦纸烟 这么说来 白天和晚上判若两人 倒也解释得通了 什么 什么两个秦纸烟 这么说来 白天和晚上判若两人 小丫头 你又在伤心什么 我想我爹了 我现在才觉得 人在身边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珍惜 不然等到他们离开的时候 最后我的只有自己 想当初我爹在的时候 我整天只知道 跟他撒娇 要这个 要那个 从来没有 好好地经过一份孝道 哪怕是熬一碗汤 人这一辈子 孤独是迟早的事儿 你得学会孤独享受孤独 苍岭哥哥陪着我的时候 我也只知道整日跟他发脾气 让他来哄我 可是我却没有为他做过些什么 我真的好后悔 为什么没能对他们好一点 哪怕是一点点 我就想养个活物 我们这山里出令这个老头 别的活物多难得见到一个呀 等你死了 我还不得一个人待在这儿 怎么说话呢臭丫头 没个大笑 我说的有错吗 我就想有个活物陪我 活物 这东西顶多十年二十年就得死 人这一辈子 孤独是迟早的事儿 你得学会孤独享受活 那就带着这样的后悔 让自己好好地活下去 我一定会的 我会更珍惜身边的所有人 为了我爹 好好地活下去 女魔头 你答应我 你也一定要 我要什么 好好珍惜利尘兰 闲事管得倒多 这不是闲事 我觉得你要继续这样对利尘兰 最后一天你也会后悔的 算了 我不跟你说了 免得你又嫌我犯 我先出去透口气 你自己想想吧 去 我会后悔 我后悔了吗 没有留昔 应该不是厉害的那个 魏长 不能对芷妍姑娘动手 一切等门主 阿达 门主被这妖女所迷惑 今天必须清理猛虎 可 闭嘴 抓起来 起开 芷妍姑娘 快跑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我是门主的府殿 在场 现在就杀了你 林子瑜你好大胆子 敢动我就杀了他 女猫头 你冷静冷静 别忘了